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绘制出一个长方形 在使用黑色箭头将两个物件选取 我们将外框笔画部分取消 保留甜色部分 甜色可以填入自己想要颜色 那我们先以蓝色为主 再来就是要将这两个物件对齐 我们按水平居中 再来我们来到路径管理员 你们可以先点选视窗 点选路径管理员 点下去以后就会出现这个视窗 那我们在形状模式第一个 连击 我们将这两个物件连击在一起 变成一个物件 那这样子就完成了一个简单的箭头工具 那我们再复制一个 接下来你可以在效果这里 选择弯曲 选择拱形 点下去以后出现这个视窗 上面模式的部分 基本上你都可以做选择 那这边有两个选项 你可以选择水平或是垂直 根据水平或者是垂直的选项 你可以调整下面的数值 这时候箭头的方向就会变得比较活泼 这样子呢可以简单的创造出箭头的曲线 最后选择你要的效果按下确定 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会将物件 扩充外观 那如果想要让这个箭头变得比较活泼一点 可以在工具列里面选择键层 那我们再复制一个 接下来我们使用弯曲 选择弧形 一样水平跟垂直的部分 你可以自己选择 选择好效果以后按下确定 再来一样按下物件 扩充外观 这样是又完成另外一种效果的箭头呢 这样子你就不用再利用被制工具 慢慢的绘制箭头咯 如果喜欢影片 记得按个喜欢把影片分享出去 记得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个课程见咯拜拜